一名男子背着长长的钓具 带着鱼儿等用品坐在机车上 被警方拦查 没想到一查 竟发现男子是一名通缉犯 只是通缉身份曝光后 男子不慌不忙 一直看着时间 希望远景网开一面 说是想要趁太阳下山前 赶去海边钓鱼 来看一段当时画面 你会滚着钓鱼而已 没办法再说 这怎么办 你这开庭而已 带你去开庭好了好不好 不然你再不去的话 你再不去的话 你再不去 不可以 事发在四号下午四点多 高雄古山区中座三路 这名男子当时骑车要去海边钓鱼 因为超车没有打方向灯 被警方逮个正着 发现他因为涉嫌诈欺案 被发布通缉 男子表示没有住在户籍地址 所以没有收到开庭通知 但就在逮捕过程中 男子还是心心念念着钓鱼 不断问能不能改天再开庭 因为想要趁太阳下山前 把握时间海钓 看到男子反应远景也哭笑不得 最后还是将人跟钓鱼 一并载上警车解送归案